繼續來看國內 水安的生產量繼續來增加 未來要挑戰一天要來生產到 兩千萬坪的水安 趁總統早起到做水安的最大槍 民生公司來訪問 感謝秋雄 都算有某某的招單 也許把國家的招單放在第一位 另外世界衛生組織也很興奮 在看望發表成名 公眾要吸收到台灣的風險經驗 分享給全世界 趁總統還在參峰水安國家隊 來到台灣重點的民生公司 加供應全國最大量的影響不及步 用在醫療用水安的第二點過禮拜堂 台灣的風險能力 和世界衛生組織WHO 肯定在看望發表成名 要吸收台灣的風險經驗 分享給全球 希望各國政府 在經過這一次的疫情之後 更能理解跟了解 台灣的能量能夠真正的來思考 讓台灣可以加入這個世界的這個防疫體系 台灣的工業 很多國家都說讚 歐洲希望可以交換物資 防疫外交是我們下一個階段 可能會來進行的措施 我覺得講防疫外交 我們不如講防疫合作 面對賴政部長和經政司長和善善發辦 總統沒有做出最新的會議 我也是在第一個時間 由行政院長的辦公室通知我的辦公室 我們也經過一番溝通 我相信我們現在整個團隊的一個共同的目標 就是防疫 總統說會讓觀眾單位按照家庭觀眾來處理 因為這段時間 我們現在直到另這個地方 活動了 您可以自然 發生不足